我叫肖炎 我是一个普通的主角 导演让我贯彻 开局不带狗 输出全靠好 小手抖一抖 一波全带走 的理念 完美团灭了 狼头拥兵团的小渣渣 在第二集的打气中 导演也让我贯彻一个理念 他问我 有没有听说过 玩儿胖子 啊导演 我们这不是绿色健康的 青春爱情热血动作戏吗 什 什么时候省略成了 爱情动作戏了 别废话 这一拳超人知道不知道 打谁都得一拳 那个八级绷不是得靠肩膀子吗 靠拳呢 好的 于是面对着这个狼头拥兵团中 看起来貌似弱智 实际上是个口吃的胖子 我只用了一拳 一拳 一拳就搞定了 导演对我的发挥非常满意 终于要给我安排女性做对手戏了 但是身为一个普通的主角 我早已看出了一切 为什么狼头拥兵团要囚禁小依仙 为什么那个小少爷会视他为禁团 从这位贼眉鼠眼的大叔所戴帽子的颜色 以及他询问小依仙山中发现宝藏的经过 我知道了 这小依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我是玩什么有他来的 沙滩 卫星 生或死 哎 身为一个主角 我怎么能心有杂念呢 提升我的等级 快速刷怪才是我目前的重点了 老师老师 一会儿我要贯彻开局不带狗 输出全靠谤 小手抖一抖一波停 不就是斗技吗 我教你就是了天地玄黄四大斗技 我今天就教你一个低阶斗技 这个斗技可不一般哦 想学的话 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哦 这个斗技你需要观音作联 可是就在我安静的观音作联时 刷怪了 我的天哪 但是身为一个主角 我并没有慌张 也并没有惊恐 你们以为来了这么多人 我就会害怕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擅长什么吧 我特别能跑 你们这帮孙子觉得也太紧了吧 让我传口气 等等 各位大哥 在我们开战之前 请允许我用一个小魔术 给你们祝祝幸 你们看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宝藏钥匙 我催一口气 你们看 美了 神不神奇 你们这些反派真是天真 你们难道不知道 每次把主角逼到绝路 主角就会爆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 然后就只需要小手抖一抖 一波全力 再见了各位大哥 我还有大翅膀子 我们下周再见